这个网站里面,基本上它包含这个index 一个index.htm,前面讲过了 里面包含了总共有五个页面 第一个页面就是map page map page是这个page home的话是那个list,就是清单的部分 还有一个是display display就是当我点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这个清单里面的,然后还跳到一个display,就是等于详细内容 另外有一个new,new的话就打卡 按下去有个打卡,打卡的话就是说 那个景点要新增的话,你怎么样 新增到资料库里面去 另外有一个叫add and know add and know就是说呢 你可以去做这个景点,比如说 它里面原来给你的那个 名称 里面有个详细叙述啦,叙述部分如果你要编辑的话,比如说里面 你来到这里 想要再增加里面的说明,你也可以怎么样,add and know 也可以再去做编辑 OK,那另外还有删除功能,这一体也有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画面 主画面是这个 进来的话,是一个什么,一个地图 OK 那我们大概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基本上最好我是建议各位 可以把这个 你可以先把它 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先试试看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基本上 你们可以开启一下这个 刚刚这个网站里面的index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那这一体基本上 在我们的浏览器 执行是不会有问题,因为不会像上个礼拜的那个 范例 会有那个跨区段的问题 因为资料已经放在什么,JS里面这个data里面,所以不需要再去网路上抓了,直接就在这里 当他第一次执行的时候怎么样 他会把 这个资料放在资料库里面 放资料库,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我用那个Chrome把它开起来 那总共的话,会有几个页面 几个页面的资料 再一次 这个 这个 index.htm把它执行起来 OK 好,第一个 那在手机上面看到的应该也是差类似的,那你会发现在手机上跑,基本上已经 应该很顺了,在电脑上跑 那因为现在的那个手机的速度越来越快 最近那个更新的速度,真的大概没 感觉好像每半年就增加一倍,因为像最近 前一阵子去年吧,去年前年才双核 现在已经是四核了,而且八核 八核已经慢慢变成主流了,有没有 而且八核之外,那个 时脉也在增加,从大概 大概1.6GHz,现在已经有看有些八核新的也 也往上提高到那个2.3,而且 早期在 CPU,CPU在那个一般电脑上执行的那种高速的CPU 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Intel它也大 大军也入境在这个 手机上,所以 以往要看到这个 这个上面会 不太容易,就是说会 列格的很厉害了,不过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列格,而且 你会发现它的好处是 在手机上看是这样子 在平板上面看是这样子 基本上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OK,第1个 第2的话,就是说我们进来的话 会进到那个Map的地图 不过你会发现,如果是 平板上面看,感觉会 比较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里做了什么 地图上面你会发现 它会打一个地标 那这个地标上面的这个 图 实际上是从icon里面 去做出来的 分别 针对什么呢 坐标 它的坐标 就是它的那个经纬度 去打一个地标在上面 另外,当你游标放上去之外 它会秀出一个讯息 有没有 点击它的时候呢 它也会出现什么 一个show名 你可以把它关掉 第1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是第1个 第1个画面叫Map Show 就这个画面 Map Show 再来的话 我们再点击中间这个 显示美食景点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中间这边呢 就会换成什么 显示美食 就是如果说 今天我点击 又可以跳回去 刚刚 跟正像 应该是这两个切 这两个互相切 一个是显示地图 一个是显示 美食景点 那点过来之后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下拉清单 上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 Filter 就是过滤器 可以让我们去 在这些输入之后的话 可以查到 我要查的相关景点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前面好像用过 比如说我现在找 试试看 速食 你打个数 你会发现 速食 通通出来了 那你把它移除的话 全部又出现了 再来点击它 这个是 Home 的这个画面 点击它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一个范例里面 还有一个贴心的设计 就是说呢 它会自动去取得 GPS 的坐标 但是因为我现在 不是在实际上测试 所以 它没有办法取得 GPS的位置 它会跳出 警告讯息 跟我讲说 无法取得 GPS的位置 不过你如果 这个范例是在 10G 就是你的手机 上面RUN的话 它会先去侦测 你现在 GPS的位置 如果你现在在室内的话 它会去侦测 就是你有没有WiFi 如果有WiFi 它会去抓WiFi的 这个你的位置 如果没有WiFi 你是用3G上网 它会去抓 3G基地台的位置 因为只要三点就可以 三个点 有没有 就可以定位了 如果抓WiFi的话 它会去抓那个基地台 就是你WiFi那个基地台 登记的 住址在哪里 基本上 我之前测过 用WiFi 还蛮准确的 大概都会抓到那个什么 正确性还蛮高的 所以不晓得各位最近 有没有看到一个广告 中华电信好像最近有一个新的服务 好像是打1288 你要打电话过去 然后如果你迷路的话 你打1288 你可以问他说 我想要去哪里 你跟我讲 附近 广告什么 去麦当劳 那个妈妈开车 带小朋友 结果找不到麦当劳 打1288之后的话 那个 那个服务人跟他讲说 你只要往前再右转 就可以找 果然 他就马上找到了 他就是利用 类似像这样子 手机本身 有GPS之外 他也可以抓到手机用户现在的 这个位置 然后呢 他利用那个位置 再帮他暴露 这样也可以 也可以赚到那个 其中华电信还蛮聪明的 这样的服务 其实如果精彩有人打的话 他的收 收益其实还蛮高的 当然这一提是因为 这边秀出来是因为呢 我这个地方不是时机 所以没有一个 装置的 不过PC上面将来应该也可以装个GPS之类的 不然的话 OK那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选择几个 第1个可以编辑 可以针对什么 我先返回一下 比如说这个 点进来对 然后呢 我可以编辑他 有没有 直接带过来 可以编辑他 这里面的资料 详细内容 名称 有没有错误 还有经纬度 有没有错误 如果有错误的话 你把它修改完之后的话 就比如说我这边前面 讲多个叉叉叉好了 这样子 OK按修改 那你会发现前面就可以修改了 点击进来的话 这个资料呢 也会做做一个修改 名称的话被我修改了 那气氛的话这边那也可以修改 修改 OK你会发现点进来 这边的讯息 有没有 那另外还可以删除 如果你觉得这个景点不OK的话 你可以删掉 那这个时候他会跳出是否删除 确定 这一笔就不见了 也就是说 这个范例其实还蛮完整的 除了有什么呢 有编辑 有 删除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 打卡 打卡是什么呢 新增的意思 比如说你 到了 普里附近 不见得一定是普里 其实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五股 五股好像 没什么太多景 你可以 换个 你说 新北市 跑来跑去 真的 都是人嘛 不然就小巷子 看来看去 除了人之外 还是人 除了车子以外 还是车 就高楼 好像有什么 值得 提的景点 好像 比较少一点 或者你可以餐厅 如果 诸如此类的 那你可以新建 有没有 如果比如说我今天新建一个景点 名称叫 AAA 好了 然后内容的话就是 BBB好了 把它的经纬度 特别注意 这个所谓经纬度 如果因为我现在是 在 电脑上demo 没有GPS 也没有那个 WiFi 也没有3G讯号 所以会抓不到 不过正常 如果你在手机上的话 这两个数字 是会自动带过来的 这个两个数字不用自己填 那你可以怎样 他假如说 假如说是 我今天已经抓到 讲类似像这样 他会帮我抓到一个 抓到一个位置 大概都会抓到 小数点到第六位吧 OK 那 自动怎么样 你就给他一个景点名称 然后详细内容 按插入之后 诶 就可以怎么样了 就可以增加一个景点了 下一次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个景点 实际上这个范例说真的 你也真的可以拿来当成 你以后的旅游的什么 事件簿了 直接可以拿来用了 只是说你外观 你也许不一定要长这样子 你把它改个颜色吧 改哪里应该 上了一个学期 我想应该 大家都知道改哪里了吧 应该那个 新名那个部分应该 知道怎么改了 按钮 你也可以自己去改一下 另外这一题还不止这样 如果你要导航的话 你想说 这边有没有办法 帮你导航一下 如果可以导航的话 那更棒 那这一题实际上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 位置进来之后 甚至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路径规划 你有没有看到 你可以点击下来的话 他就会直接 帮你跳出 直接跳到Google地图来 然后这边有个导航 如果说你的手机 是比较新的手机 版本比较新的话 上面还会有个导航按钮 按下去 真的会帮你导航 Google的手机 里面Google 他会跳到Google地图上面 帮你去导航 是不会有问题的 不过但是还是要小心 因为Google 地图 导航出来的结果 不见得是 最佳的 有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实测过 有时候可能会 像最近还有 像还有个新闻 就是害人家走错路 走到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吧 然后还要警察去 救他之类的 Google地图 还是会有出包的状态 不过像我的习惯 这样 我会用Google地图来当参考 因为他的好处是说 他说放很方便 他的细节也很清楚 但是真的导航的话 我可能会用 其他的 比如说像我用过 我就觉得 最顺手还是用那个 车机专用 就是像Gami这种的 Gami他目前好像没有 没有那个App 我觉得他因为他的好处是 他真的有 车子 在外面跑 就是全省 那个路啊 他是跑过了 然后有回报 或者说 有使用者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会回报 那个 Gami 然后Gami会把它修正一下 不断不断修正 比较不会遇到说 像什么那个路本来就不通了 结果你还 帮你做导航之类的 另外好像目前 手机上面用的比较多 像什么导航王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 好像还蛮多人 有在用 那我手机上也有 有装 有时候怎么样 无聊的时候 就两三台 让他一起导航 看看 比较一下 哪一台 导航的状况 最佳 后来发现 还是Gami好一点 就是 你比较 对他放心一些些 刚好 给他地址 他就刚好怎么样 车子到达 那个地址旁边 真的 蛮 精确的 OK 这个地方的话 还可以做导航 那导航怎么做了 其实在这里 城市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参考一下 另外呢 这一家 有没有 这一家的这个 你也可以网络搜寻 那这个网络搜寻呢 也是一行城市而已 他只是怎么样呢 帮你把 这一个 有没有 关键字怎么样呢 名称 在Google上面搜寻一下 他把这个关键字 带到 有没有 其实就是上面这个 这边 只是把关键字带过来而已 那前后串接什么 Google 有没有 就可以得到 这一个 景点 他在Google上面搜寻的结果 所以也是一行城市 那这里 这一个部分 其实也可以值得参考 所以这一题的话 我觉得 蛮多地方 都可以拿来 拿来做 做学习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请各位先把 这个完成的 档案先打开来 里面的话index 稍微了解一下 它的结构 那主要 它的画面 会有需要有五个页面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大概 简单的另外再新增一个index 来参考它的好了 因为有些东西 如果要整个全部重做的话 可能花太多时间 时间也不太够 所以大概学它的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来做一个变更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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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